好啊,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因為老師出國,所以這行課由我來上 那我們這行課是要做文字的處理 那大家在學習末可能要寫網站 可能要做一些,就是要取用別人網站的內容、文字的部分 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文字上的處理 還有一些規則 那再來是可能還會做一些,說未來可能要寫病例報告啊 如果要從病例報告裡面去撈貼塔的話 這些報告文字也是蠻,就是比較RAP,比較自由度比較高 所以在做處理的時候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就開始在做,來介紹一下這些文字的處理有哪些語法這樣子 那我們在做文字處理的時候,可能你要先注意它的type的格式 它可能是FAT或就是數字的部分 那在做文字處理前,最好都是先把你的格式轉成文字 轉成字串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這些文字處理有哪些Function 那這邊可能介紹Function可能很多啊 那大家可能也不用特別去記 這些語法是哪些語法,只要記得有哪些功能就好 因為說實在這些語法其實我也很少用到 它也沒有特別記起來 因為現在做的東西,你未來在做的研究可能都是一些在處理數字的東西 或是Data Frame的模式 所以文字的部分會稍微比較少碰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它這個是PASS 就是我們的黏合,就是把文字貼起來 把文字貼起來 你看到齁 它就把A跟B黏起來了 那因為A跟B是不同的物件 所以第一個控格跟第二個控格 你把它當作是不同的物件 那不同物件的話,你要連在一起的話要用SEP 然後這邊是一個控制串 所以它是直接把它貼起來 如果你打一個斗點 它這邊中間就會貼一個斗點出來 A斗點B 這樣可以理解齁 那如果是下一個,如果是同一個物件 我們如果是用C把它包起來的話 我們就要用COLAPSE 就是它的參數 去做這件事情 那一樣可以做到這樣 做到這件事情 那一樣在這邊我們打斗點的話 它一樣會出現就是A斗點B 因為我們在這邊的時候很常就是 會把它改成這樣 然後自行 我們很常會是這樣的操作 所以我們在 如果是用 就是你把這個物件 存存到這個Variable底下 那我們要用的是COLAPSE 那就不是SEP 那這邊大家注意一下 那再來做自串分割 我們下一個Function就是自串分割 這個 那這邊前面就是 你的文字的部分是A斗點B 那這邊是 你要切的是什麼元素這樣子 那我們切的是斗點B 那我們就是這樣執行起來 就會把它分開來 那大家特別注意的部分就是 這個Function這個函數 它出來的結果是一個LIST的格式 大家還記得LIST格式嗎 那LIST格式的話 如果你要取它的話 我們要先把 就是第一個的 部件的第一個位置 才有辦法取出A 這樣 要這樣寫才有辦法取出來 這樣子才有把A取出來 那如果是第二個的話 就打2就可以了 那大家注意就是 我剛才的錯誤就是 這邊的格式就是 你要先把兩個中刮弧 然後是第一個 部件 然後後面才是位置 這就是所影的位置 這樣可以理解齁 那再來是 部分吻合 那我比較習慣叫 Contest 就是這兩個 AB或AA 裡面是不是 這個字串是不是有 含B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 就是在第一個部分 它是True 第二個部分 是False 也就是說第一個 有含B這個字 那第二個就沒有 那這個很常在用在做 我們在做關鍵字搜索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套鍵 這個GR-EPL 那也要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出來的結果就是 一個-0值 就是-0 它是True or Force 那如果有True or Force 那如果有True or Force的話 我們可以 把它做成一個鎖影 我們這樣把它包起來 好 我們就可以把第一個 是含B的元素取出來 這樣子 那如果是用A的話 那它就會把兩個 部件都取出來 因為兩個都含有A 那再來是我們可以找出 它的位置 我們看一下就是 我們要看這兩個字串 裡面A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用GRE GREXPR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好 執行一下 那可以看到 好 在第一個 它也是回傳式LIST 所以它回傳式結果是 第一個物件 那這個 我們看的是這一個 它的第一個 位置 它第一個位置是A 然後還有第三個位置也是A 這樣可以嗎 那在第二個物件 那在第二個物件 也就是說第二個文字的部分 它的位置是第三跟第四 有出現A 那再來是 紫字串 這個 SUPSTR 那這個是我們 簡單來講 它是把這個物件的第一個 位置到第四個位置取出來 這樣大家看到嗎 NDNC 然後E234 所以它是 1是N這個位置 然後 第四個位置是C 所以它是把 NDNC的 這個 這個 字串取出來 它是 根據你的起始位置 跟最後一個位置 這是第一個位置 跟最後一個位置 那如果我們 有這個 有這個FUNC 跟這個FUNC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使用 可以操作一下 如果 如果 只看 我先看這個就好 這樣看 它是E3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 這是這樣 我們可以把 第一個位置到第三個位置 就是都取出來 因為它是最後一個 我們是取最後一個 所以是2 這樣就可以把ABH 取出來 這是一種組合方式 大家對SUPSTR 有一些了解 那再來是 我們可以去 做 自傳 自源的取代 或是自傳的取代 就是我們這個 把A 改成C 有A的字都把它改成C 大家看到齁 它就是已經把AABB變成C CBB 就是把A引取代成C了 好 再來是我們可以計算 自傳的長度 就是它有幾個字元 這樣子 那我們用的是NCHAR 這個也是蠻常用的 因為我們在做 剛才這個 位置的部分 如果我們要取 取它的最後一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用NCHAR 這個 選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我們就 第一個 第一個文字它是1 只有一個長度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3 它的長度是3 第三個的話 它的長度就是5 這樣可以齁 那再來是大小寫的切換 那這個就是把它全部變成小寫 這樣 叫2Lower 然後 這個把它2Upper 就是把它全部變成大寫 那我們這邊 我先 我先給大家 就是5分鐘熟悉一下 這個 這些方法 好 那我們繼續啊 那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常見的網站 我們會常 輸入我們的帳號密碼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帳號 那我們要看我們的 就是信箱的郵件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 信箱的郵件 看到我們的就是 UserName 那我們就可以做 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要把那個 怎麼把我們 UserName取出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就是 用這個小老鼠 把它取代掉 或是用 分割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那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的Email 然後 我們只要 先看它 我們要幾筆資料 然後給它 最後我們會把 資料 回填到一個 結構裡面 那如果我們是用 分割的方式 我們就只要 將 將 小老鼠 把它取出來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把 每一筆資料的 小老鼠 前面跟後面 做分割了 那我們要的是 前面這個 的 部分 UserName 所以我們把它 存在一個 變數 先存在一個 變數當中 好 那 接下來再用 回圈的方式 做 處理 那我們先 I等於 慢慢寫 那 大家注意 這是一個 list 格式 所以 我們是要先 用 兩個 中括弧 再取 第一個 位置 就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再把我們要的 結果 存在 這個 account的 變數當中 這樣子 就已經把我們要的 資料存起來了 我們再用 回圈把它包起來 來看一下結果 這樣就做到我們要的 把它 小老鼠前面的 UserName 取出來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 就是用 位置的方式 然後把我們用 stub 就是指 指字句的方式 指字串的方式把它取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怎麼取 取它的位置 我們就用這個 函數 然後這個先把它註解掉 然後 前面是放 我們要 後面是放 我們要的 物件 然後 是 取哪一個 小老鼠 的位置 那大家先看一下 結果 可以看到 這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 字串 它的小老鼠 位置是在 在 8 這個 第8個位置上 那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第12個位置上 那我們現在就是 要把它取出來 先把它存在一個變數中 然後 一樣 回圈 那我這邊也是 先慢慢寫 I等於1的時候 那大家注意喔 這也是一個 List 格式 所以 這是 這樣才有把8取出來 那另外 我們要用的是 字串 這個 所以這邊要改成 Email 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字串 對 看一下喔 那再來是 起始位置 我們要放 第一個 我們是從第一個開始 那再來是 我們這個是 小老鼠的位置 但是我們要取的是 前一個 所以後面 要再-1 也就是說這個 放進來之後 要再-1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 然後再把它存在 結果當中 這樣就是了 這樣就是了 好 那我們繼續 接下來練習題啊 大家就是從這個 頁面去下載下來 然後去 把我們要的 經緯度 大家看一下喔 好 我們大家先看一下 我們DATA的格式 它每一行都是 每一行都是 E 都會叫我 是每一行的字串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這個 經緯度 這裡 取出來 那我們 要分 緯度 跟 經度 那我們最後要把它 變成 數值的格式 變成 10度 10點多少 這樣子 給大家先看一下 我們的結果 會是長什麼樣子 好 大家看一下 這是 經度的部分 那這是 緯度的部分 那大家試著 把它取出來 這樣子 然後最後轉成 數值 那大家就是 試著去做這件事情 再打給大家 一些時間 做練習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要的是 呃 經緯度 北緯 十度 十三分 然後 東京 一零七度 零二分 然後再下一個 的 我們下一個 這中間都不要嘛 然後再來是 我們要的是 我們要的是 第十行 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 看一下 關鍵字 關鍵字 大家還記得嗎 GR EPL 然後 這個外面都被記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是 這個 這個 那前面是 要尋找的關鍵字 的位置 那我們就這樣 複製一下 好 Date 可以看一下 這樣是不是很多 True或Pulse 那如果 True或Pulse 我們就可以把它 用索引的方式 把 你要的資料取出來 好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嘛 那再來是 我們要 把 後面這裡取出來 所以我們 前面要把它取代掉 那我們先把它這樣 先存一下 那剛才講取代的話 是SUV嘛 看一下 取代 GSUB 大家看我其實也沒有特別去記這些語法 要用的時候 然後 才去 做使用 那 一樣 輕微度 然後把它變成空的自傳 所以這樣 我們就把前面 這邊 也就取代掉好了 這樣 我還沒傳進來 我們就把 沒有取代掉 他冒號好像不太一樣 這樣就取代掉 然後 再來就是我們要把 痘痘也取代掉 然後分割它 那大家就慢慢想 就是一步一步去想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剛才是做到這一步 我們已經把 就是我們要的 北尾 南北尾還有 晶度的部分取出來 那我們現在是要把 緯度跟晶度的部分做分開 所以我們是要 用中間的痘點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處理完 我們先看一下這樣處理完 處理完就是 緯度跟晶度是分開了 那它記得我們這個 這個 function 這個函數 return回來的是 List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把 有幾筆資料嘛 所以我們要 先做一個 create一個空的結果 讓它可以做儲存 那這邊是有 七筆資料 所以每一個都要存一個 七個空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要 看一下我們的目標 然後我們先做緯度 緯度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把 這個 這個部分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先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緯度 南緯的部分 我們是要 要乘以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是 要先看 grepl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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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 我這邊先 寫 i等於1 然後 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 這樣 是不是 我們要的是 第一個 東西 第一個元素 那我們看一下它是 處或 force 它是false 所以如果是false的話 這邊要等於一個 負1 那 true的話 true的話 是要給它負1 那false的話 是負1 那 這樣處理完 這邊是 我們最後要把它成為一個正負號部分 然後接著下來是 我們要把 就是 度 度 我們現在是 這一個 這一個 那我們前面要寫的是 度跟分的 數值 全出來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分割 或是取代 我們看一下結果 這樣是不是把 我們要的分割起來了 那接下來是 我們把分割完之後 我們要的東西 肥尾跟分 要我們要取代掉 還有 還有 南味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這是 尾度的部分 前面的 北尾不要了 那因為它是 迴圈 所以它可能還會遇到 南尾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還要做一個 南尾 還是可以直接放入在這邊 那可是我們現在都是北尾嘛 假設我重來的話 它是北尾 但是如果我這邊打南尾 它其實就是不變嘛 那如果是出現南尾的話 它就會改變嘛 所以還是一樣可以直接做 還是可以直接放入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做分嘛 把分取代 成空的 那我重新執行一下 是不是已經是我們要的 那我後面我就直接貼了 然後 這邊 我們是把它的 數值 日串的數值 把它轉成數值的格式嘛 那最後 我們要把它就是 加起來 然後 把它變成單位 我們要的單位 OK 這樣是我們要的嘛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是 用圍圈把它包起來 我們先做 做尾度的部分 我們重新執行一次 是不是 是我們要的 那經度的部分 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我都不做 那大家一樣可以看一下 好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 好 我們繼續往下 來 接下來我們第二節要教的是一個 正則表達式 那 剛才前面在做的是一些文字的處理 那正則表達式的話 就是有一些文字會有一些規則 會有一些規則 那我們用程式來說明一下 好了 這個 呃...我們會有幾個符號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們有中瓜湖 呃...我們含的元素的條件 呃...我們含的元素的條件 那我們先這樣看 會發生什麼事這樣 那...這邊是0到9 也就是說 0到9就是裡面含有0到9的元素 我們要把它取代成空自串 大家可以理解齁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中瓜湖這邊前面 數字加這個...這個符號 我們意思是指不要0到9 所以它就是... 把ABC取掉 取代掉 這樣可以嗎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幾個 就是...如果是A的話 它會把A...大A跟小A取代掉 這樣可以齁 那這個是剛剛我們介紹的 還有1到9 那A到Z的話 就是英文字小寫的A到Z 中瓜湖的這個... 英文字也不要了 那依序就是一個A到Z 大A到大Z 然後... 就是大小寫 就是所有英文字母不要了 然後... 這是W到Z 大寫的W到Z 那大家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們是按照... 大寫先哪 W到Z 這邊是沒辦法使用的 大寫先然後... 再來是Z 大寫 這邊是要大寫先 就是如果是... 一定要A到Z 然後... 小寫的A到Z 然後再大寫的A到Z 這個... 就是規則啦 就是大家可能... 就是要記一下 或是... 發現錯誤再來看 是為什麼這樣不行 那接著是我們... 會有一個... 大寬火 我們一樣用... 1到9 然後放大寬火 我們來看看發生什麼事 齁... 那這邊是1到9 第一個就是... 呃... 呃... 這邊的說明是指... 呃... 最多... 前面是至少一次 然後最多幾次這樣子 那如果是空的 就代表到最多無限次這樣子 意思說... 有1到9這個元素裡面 至少出現一次 以上 這樣可以嗎 把它取代掉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2 然後按3 3 那它3就不一樣了 因為... 因為1到9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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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元素 它至少... 它出現了4次 所以它就沒有了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後面是放... 這樣子 也就是說... 最... 至少出現一次 最多兩次 可以嗎 可以理解嗎 那... 接下來我們這邊有幾個常用的符號 這邊是0 然後豆點 然後這邊是空的 那... 這意思是... 至少出現0次 最多無限次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表示的話 我們... 也可以用米字號來表示 那... 如果是... 至少出現一次 最多無限次的話 我們可以用加號來表示 那...如果是0 跟1的話 至少出現0次 最多出現一次 那我們可以用問號來表示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這些符號表示的話 如果是米字號嘛 那... 它就也是全部取代掉 那... 如果是問號 這樣... 這樣... 這樣也是全部取代掉 大家可以理解嗎 好... 再來是... 喔... 我昨天在看其實有一些... 我覺得... 解釋我覺得不太好 像如果是2 3嘛 如果是2 3 我們改成A到Z好了 A... A...B...C...D 那... A...B...C...D... 這個是最多... 至少出現2次 最多3次 那... 可以理解的是 A...B...C...D... 他...出現4次 所以... 他就沒有了 那... 如果是改... 擺成... 改成4的話 3...4的話 那... 那... 他全部都取代掉 那... 遇到1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麻煩 如果是2跟... 1跟2 2... 他...也是全部取代掉 可是... 按照剛剛的邏輯就是... 2跟... 3的話 這邊是一個D嘛 那你會覺得1跟2 這邊應該要留著一個C嘛 按照這個邏輯來看 所以我在... 我的... 用我的理解的方式就是... 2的話 就是... 用這個方式 如果出現幾次的話 他是2 然後... 這邊是2嘛 他是往下 也就是說... 他這邊有一個3 他是這樣3... 3次 那1的話就是1 然後... 下一個1 就是每一個要把它分開來看 1 這樣懂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聽得懂? 然後... 就是要... 往... 他兩次... 兩次... 就沒了 再... 再做一些... 嘗試一下 這邊這樣沒了 因為... 他這邊... 一共出現幾次? 1...2...3...4...5...6... 6次嘛 6次嘛 可是我們就是... 把它當作3 3 就是把它當作一次 然後一次 就是用... 有點像6除以... 除以3的語數 如果是0 他就是... 他就會把它全部取代掉 可以嗎? 可以理解 所以... 如果這邊再多一個... 字母的話 他又會出現... C了 有... 懂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然後... 再來是... 小刮鬍的部分 小刮鬍是指或 所以就是說... 在NEDIC 然後... 包含 INE或 AL 那... 他就會都是True 可以嗎? 那... 還有幾個符號 那... 如果是加... 看一下喔 像這邊 這邊... 這個... 如果是前字號 就是字尾 前字號 是字尾 那... 這個... 上面這個符號 這個... 這個符號 是字首 針對字首 然後這個是或的意思 也是或的意思 點是任意字圓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是... 前字號是指字尾 所以這邊是True,Force,True 你看... 這邊後面沒有... 沒有... 那如果是這樣 它也是沒有 因為是指字尾 OK 那如果我們改成... Hi 然後... 這個 然後這個要放在前面 OK 它這個是指字首 它放的位置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是放後面還是前面 那如果是前面的話 如果它... 它是指前面 所以這個字就要放在前面 這個符號要放在前面 那... 它是指後面嘛 所以這個要放在後面 OK 那我們繼續往下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話 是指任意字圓嘛 那... 米字號剛才是講出現多少次嘛 次數嘛 米字號這邊... 至少出現0次 最多無限次嘛 所以它中間是任意長度的字圓 可以看到嗎 可以看到嗎 這個是True嘛 H 然後... 到... 任意長度的字圓 然後到A 所以這個是True OK 然後這個也是嘛 然後這邊就沒有H跟A 所以它是False 那我們剛剛的練習題啊 第一個練習題 喔... 這邊我就不貼啦 剛剛我們的練習題 我們只能用中刮弧 尾度 經尾度嘛 我們原本是... 這邊 我用貼的 再比較一下 我們剛才是北尾分開做嘛 南尾分開做嘛 那我們剛才講中刮弧是... 含有這個條件 有北和南這個元素 然後後面加尾 就可以把它取代掉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0到9 有含0到9的 然後用加加符號 至少出現一次以上 我們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以嗎 後面一直累推 然後這邊有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點字 我們剛才點... 有一個元素叫做任意字圓嘛 如果是真的要那個點的時候 我們需要打兩個反斜線 它才是真的點 文字裡面的真的點 就是這樣 才是真的點 可以齁 然後後面一樣的做法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很長的... 這邊很長的式子 繩字碼就可以改成比較短一點 OK 那接下來練習2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就是...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密碼 那我們密碼的話 我們要... 檢查一下 就是我們密碼不是有很多條件嗎 至少要8碼以上嘛 然後大小碼還有數字 要同時出現 這樣可以嗎 這是第一個練習 那第二個練習的時候 我們再檢查一下 就是... 比較進階的 就是... 包含兩個以上的大寫 兩個以上的小寫 還有兩個以上的數字 的密碼有哪些 把它找出來這樣子 所以大概有兩個練習 請大家做一下 我們是要看... 我們是要看... 同時... 八碼還有... 大小寫 還有數字的 所以我們是... 要用... ETL 去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 大寫 有大寫的 X 這樣回傳是... true或fault 那再來是... 我們要看小寫 有出現小寫 有出現小寫 先用... 用... 鎖印把它包起來 大家可能比較好看 所以現在是... 同時有大寫跟小寫的 這樣子 但我們還要有... 就是... 數字 一樣用... 這樣就是... 我們已經有... 同時我們要的... 東西 然後最後再來是... 要看... 你的... 密碼是不是... 大於... 八碼以上 所以要用... 好... 這樣就是... 已經把我們要的... 第一個小題... 解出來了... 那大家再想想看... 第二個小題... 就是... 同時出現... 兩個以上的大寫... 兩個以上的小寫... 還有兩個以上的數字... 的密碼在哪裡... 大家就從... 這邊方向去想就可以了... 那... 問題是... 同時... 兩個以上的大寫... 還有兩個以上的小寫... 所以是... 至少要出現... 兩次... 對不對... 所以就說... 我們先看大寫... 那... 它可能出現的是... 大寫中間有很多字... 所以... 我們要用... 任意字緣... 那我們要出現幾次呢... 是不是要... 零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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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可以... 判斷是... 它有沒有連續... 跟... 就是... 用米字號的話... 可以包含... 連續的大寫... 跟... 不連續的大寫... 那... 出現兩次以上... 那... 後面還要再加一個... A到... Z... 這樣可以嘛... 這樣子... 至少出現兩次... 對不對... 所以... 後面的做法是一樣的... 後面一樣的做法... 就是... 加一個... 點... 然後... 然後... 小寫... A到... Z... 然後... 數字也是一樣的... 好... 這樣就可以做完了...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是... 我們要的結果... 是... 這樣子... 它是力道球... OK...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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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課程我們做一個小節... 那... 這邊的文字處理啊... 其實蠻複雜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再熟悉一下... 就是... 去記得有哪些... 功能... 就好... 那... 語法到底要不要記... 那就看個人... 那... 你目前就是... 使用度可能就不高啦... 我是這麼覺得... 那... 在做... 最後期末作業啊... 就是... 網頁上... 大家可能會選取一些... 別的網站上的內容... 那... 到時候大家要使用的時候... 再回過頭來看... 我們要使用哪些方權...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先用到這邊...